接下跪向男下属求婚 对方居然就是小健健死士 他在这部戏里不玩双刀了 而是当起了私人助理 紧抱富婆的大腿 他的上司叫马格 是一家出版社的主管 平时做事雷厉风行 下属们都很怕他 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女巫 而我们的健健呢 虽说是私人助理 但通俗点讲就是狗腿子 除了帮助上司完成工作上的事 还要给他带咖啡啊 打扫下办公室啊之类的 见见如此忍辱负重的原因 其实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小说 能够印刷出版 所以在讨马格开心后 就会把自己的手稿给他看 但每一次马格都没有同意 这天马格被领导叫到办公室 本以为又是日常的表扬 没想到却是关系他工作生涯的事 因为他之前的一次失误 导致自己的签证出了问题 马格是加拿大的移民 这意味着自己会被遣送回加拿大 在解决问题前 自己至少一年不能回来 而公司经过研究决定 只能炒了他的鱿鱼 这时渐渐敲门进来 提醒马格接客户电话 却没想到被他一把拉过去 说我们要结婚了 跟本国人结婚 伴侣就会自动获得该国国籍 这下皆大欢喜 领导松了口气 只有渐渐一脸梦蔽 这个消息很快就在公司传开了 大家都觉得难以置信 他们就去了移民局进行咨询 一个地中海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们 详细查看资料后 他质问 你们应该不是为了让女方不被驱逐而假结婚吧 得到否定的回答后 地中海表示 我们还会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如果发现是假的 女方会被无限期驱逐 而男方则会面临巨额罚款 还得坐牢 这个女人按要求跪在了大街上 像这个之前还是小弟模样的男人求婚 两人从移民局出来后 渐渐早已在心里打好了算盘 毕竟风险巨大 不趁机捞点好处还是人 面对马格这个长得还不错的女人 渐渐提出了自己放肆的要求 那就是把她的小说 先直接出版两万册 并马上提她当主编 还让马格当街会下跟她求婚 马格都照做了 渐渐非常满意 接下来 他们将一起回渐渐的老家 参加本因为她工作的关系 而去不了的她奶奶的九十大寿 并且还要花几天的时间 去准备移民局会问答的问题 虽然是交易 但毕竟马格先有求于人啊 但她没想到 这个平常对自己毕恭毕敬的男人 现在态度真正转了一百八十度 回老家后 马格惊讶的发现 这个平常窝窝囊囊的男人 竟然来自一个庞大的家族 这个地方全是他们的家族企业 开游艇出大别野啊 家人们对他们的到来非常欢迎 特别是贱贱的奶奶 有生之年能看到孙子结婚 对她来说可谓是无上的幸福了 只有贱贱她爹不一样 眼光独辣的她 一眼就看出来 儿子不喜欢马格这样的类型 曾经儿子拒绝继承家业 没想到去了纽约后 靠睡上司往上爬 真是给她丢脸 但其他人都为他们开心 为了度过眼前的难关 两人费尽心思小心包装 移民局的地中海 还专门飞来了这里考察 他们都一一克服 没想到最后还是鲁西尔了 这对男女正在举行甜蜜的婚礼 没想到还没等神父说完致辞 女方就转过来 等着所有宾客的面 说这是一次假结婚 然后头也不回的离开 马格在建建老家 开始了好几天的乡村生活 渐渐的家人带着马格 去体验了各种当地才有的东西 比如去看脱衣舞 逛街购买传统饰品 还有围着火堆跳不知其名的奇怪舞蹈 这里根本比不上纽约的繁华 但也别有一番风味 人们真诚质朴 特别是渐渐的奶奶 她非常喜欢马格 甚至拿出了祖传的项链要送看 这让父母双王 一直以来都在独自打拼的马格 感受到了被爱的感觉 她其实知道自己在同事心中的形象 但越是这样 她就必须更加冷酷 以此作为保护自己的伪装 但现在心里的尖兵却悄然化开了 婚礼举行的当天 她和渐渐在万众瞩目下 走上前接受祝福 可马格却打断了神父 转过头向大家承认了自己的行为 她不忍心继续欺骗这群善良的人 说完后 她头也不回地去了机场 打算回纽约收拾好行李 直接回加拿大 众人自然是非常惊讶 渐渐想去追马格 但父亲需要她进行解释 争吵一触即发 这时奶奶心脏病犯了 他们只好暂时停止争论 优先送奶奶去医院 可没想到她是装的 这是为了让大伙冷静下来唯一的办法 渐渐经过这些日子与马格的相处 也逐渐对她有了改观 马格的性格外冷内热 表面是冰雪女王 内心去像个孩子 这让渐渐对她动了真心 奶奶看了出来 于是鼓励孙子去找她 就在马格收拾东西的时候 渐渐终于赶到了公司 在众目睽睽下对她表了白 这个一直是女强人定位的女人 第一次遇到了更强势的人 马格也沦陷了 两人成功假戏真作走到了一起 这部电影叫做假结婚 霸道女总裁假戏真作爱上窝囊下属 没想到下属是个富二代 虽然跟言情小说一样套鲁多多 而且马力素风严重 但它依旧是个及格的故事 不过这样的电影也就算有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